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正常上学的 住宿费也很低的 那个视频是去年暑假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他帮大伯忙拍的视频 只不过是农村的孩子 在刻意时间帮家里干活 其他都是一切正常的 本身他是特殊儿童 我们都有配套的住政策的 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 现在这个视频给他的家属也很大困惑 他大伯也很委屈的 人家大伯也是好心的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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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